这个小时的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 军公教人员年金改革上路 即将要满6年了 由于退休金大幅的缩水 根据统计 公务人员年改前5年的总退休率 平均是2.84% 不过在年改之后 下降为1.82% 大幅减少了36% 当然也显示出公务员 以延后退休累积年资 增加奉典来提高退休金 好但是呢 公部门人力高龄化 可能不利于人力的新陈代谢了 当然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现在被发现说 由于在北部地区的高房价跟高物价 让不少北漂的公务员 现在决定要回乡任职 根据统计 北部的基隆市新北市桃源市 近5年的公务员呈现外流的状况 至于在新竹以南的县市 包含了台中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则是呈现流入的情形 全续部说了 除了个人的生涯规划之外 包含了房价 还有日常消费的高低等等 都是影响公务员会想要调动的原因 再来看到了是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大陆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4号下午3点钟 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将会做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这个会议会在10号上午闭幕 为期有6天的时间 3号在会前记者会上 新任的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刘洁一 总共回答了10个问题 主要是注重经济发展跟就业 他表示经济长期向好态势 将会持续的巩固跟增强 与此同时 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 则是连发了四篇的文章 驳斥外界的各种唱衰论调 显示今年两会的基调 就是畅想所谓的经济光明论